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日本谢成为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今天晚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四强赛 也就是半决赛了 是的 今天晚上会淘汰两组队伍 然后我们的两强人马就会进行赛中赛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赛中赛吗 什么 赛中赛就是和别间学校的同学进行竞争时 同时也和自己的同学进行竞争 那你怎么对待 怎么看待这个赛中赛呢 还好 因为如果有其中一位能够晋级 就代表着建国学校也晋级决赛了 很好 那其实我们早在八强赛的时候 就开始做出他们个人评估 就是由我们的制作单位 还有不同学校的老师代表 都对他们各个学生做出了评估 马上来看一下 从八强赛开始到六强户外赛 每一位单赛者的一举一动 以及在比赛场上的表现 都受到自己所属的学校观察 而在今晚的比赛开始前 八位单赛者各自在进行比赛 个人的累积分数就看他们今晚在第一关的表现了 马上进行的第一个回合 我们叫做键盘最强手 题目零零种种涵盖百科题 文学文化题 地理等等 是的 所以我们的学生 就要对我们的题目有一定的了解之外 那当然他们对这个汉语拼音 他们的这个打字速度 或者是脑袋转得快不快等等 都非常的讲究的 总之要快 很准 如果答对的话 每一组都可以得分 只是最快答对的得20分 第二块得15分 第三块得10分 第四块得5分 是的 我们在第一个回合里面 总共会有12道题 每一个学生都要回答6道题 一 二 一 二 那同学们要注意了 好 刚刚谈到的个人评估分 就是看这个回合的表现 希望你们能够加油 好不好 加油 好不好 好 好了 话不多说 马上进行了 第一道题 反科题 WHO代表什么世界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 世界绿色和平组织 请作答 我来看一下荧幕 到底谁最快把答案写上 我记得上次我读一个资料 就好像读到WHO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二块的是谁呢 用了大概7秒的时间 我记得我的父母曾经跟我说过 WHO是世界卫生组织 那你觉得英文名的全名是什么 World Health 什么 好 看一下第三块的是谁呢 尊孔 尊孔 卫生在英文就是海军 所以我WHO是代表海军 所以我的答案是世界卫生组织 他用Health 他用海军 最后一个写上答案的就是建国 那你写的答案是什么呢 世界贸易组织 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慢慢推断出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郑姐 WHO是研调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 成立于1948年4月7日 WHO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英文简称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好 马上看一下我们第二道题 请听题 百科提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 WWF的卫卫 图案是什么动物呢 三鼎鹤 大熊猫 人猿 老虎 好 看来大家都已经把答案写好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谁是最快把答案写上的 回台中华一笑 郑姐 我在一份资料上曾经看过这个WWF的图案 所以我对它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图案是一只大熊猫 好 第二块的是谁呢 建国 写的答案也是大熊猫 我是上网看到的 应该不会记错的 它四秒就答出来了 也很快 刚才是最后 现在有排名第二 还要努力了 有加快点速度了 第三名是谁呢 宽武 因为我上次看过这个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图案 竟然是大熊猫 我觉得很可爱 我就很记得 最后一组答题的是尊孔 尊孔 看看他花了多少时间 答什么答案 也是大熊猫 用了七秒的时间 所以到底答对吗 看一下郑姐 根据WWF其中一位创始元老表示 创立基金会初时 他们想要找一个美丽受威胁 并惹人恋爱的动物 一并吸引更多人的关心 并且想找一个黑白色系为主的动物 一并节省印刷的成本 于是可爱的熊猫 就成了WWF最完美的代言人了 收获满满 幸好没有人答错 是啊 不然又要赢分 不然分数就没有了 好 第三道题 请听题 百科题 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粉红色 白色 黑色 红色 请作答 北极熊 看来同学们都非常有信心 对于这一题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谁是最快把答案写上的 建国 两秒他就写答案了 我记得五年级的科学课本似乎有 他好像是说北极熊在寒冷的地方居住 所以黑色的皮肤能够帮助他吸收热能 好 刚刚建国的凯嫌是最快答题的 但是其实这一次有一位同学跟他一样快 我们来看看是谁 尊孔 我记得只有他的毛是白色的 然后皮肤应该没有红色的 所以我就剩下粉红色和黑色里面 才选择粉红色 那第三块把答案交上去的是谁呢 宽武 我记得我的科学老师跟我们说过 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 它需要可以吸收热能 那么最慢作答的是中华医孝的静杰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看看他又有9 其实也很快了 4秒911 但是你的答案是白色皮肤 因为北极写的话不是白色的吗 那是毛发白色吧 皮毛跟那个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正解是什么 北极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肉质动物 有名白熊 但是它的皮肤并不是白色 而是黑色的 由于毛发透明 所以外观上通常看起来也也是白色 而造成误解 第四题也是百科题 麻雀为什么晚上不出来活动呢 天生夜盲症 害怕天敌捕杀 小眼睛看不见 难以寻找食物 请作答 好 那到底谁是最快 而且又最准 把答案写上去的呢 见果 那你们是什么选择的答案 因为它总不可能说是小眼睛看不见嘛 然后难以寻找食物 世间有那么多东西能让它吃 它怎么晚上不去找白天又去找呢 然后我就从天生夜盲症和害怕天敌捕杀中 选择了天生夜盲症 好 那第二块的是谁呢 北海中华 北海中华 敬捷 我的答案是难以寻找食物 好 那为什么它会难以寻找呢 找不到 找不到 我怎么都找不到 好 那第三块的是谁呢 第三块的是谁呢 宽慕 晚上就有点昏暗 就比较难找食物吧 最慢做答案的是尊孔哲语 我认为麻雀在晚上 因为晚上比较暗 所以应该比较难找食物 晚上睡觉就可以了对不对 才出来找食物干嘛 对吧 它能够保持到这样好的身材 就是因为它晚上不吃这个夜宵 难怪麻雀虽小 正解是什么 马上来看一下正解 麻雀是天生夜盲症 麻雀的视网膜里持有圆锥细胞 而没有圆锥细胞 所以一到晚上 圆锥细胞失去作用以后 它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只好乖乖躲在潮中 等到白天才可以出来活动 好 第五题 请听题 地理题 安南的游棕园 在南北大道旁的平原上 收成总是不好 它应该把游棕种在 海 排水量少的土地 排水良好的丘陵地 沼泽地 高山多雨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谁最快答题 北海中华 静姐 高山多雨的地方 有看过游棕树 中在高山上吗 惨了惨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谁是第二块把答案写上的 宽吴 如果它排水良好 它就应该会有足够的水分 就不多也不少 就能生长得更好 不多也不少 那就是刚刚好 刚好 好 我们看一下谁是第三 把答案答好的 尊孔 那个土地需要有比较多的水分 有水分 好 最后一个把答案写上的是 是 建国 因为我的爸爸有种油棕 然后 他是不可能把油棕树 种在沼泽地和高山多雨的地方 好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正解 安南应该把油棕 种在排水良好的丘陵地 丘陵区以深厚的红砖土为主 利于种植橡胶和油棕 好 四位同学 你们剩下最后一道题可以挑战 交通题 在马来西亚的学校路段限速大约是每小时 多少公里 20公里 40公里 50公里 60公里 好 看一下谁是最快做答的 北海中华一校静节 打50公里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保安人员 拿着那些牌子 50公里的 保安人员会拿着50公里的牌子 走来走去给你看 50公里 50公里 在学校附近 好 看谁是第二座答的 宽武 我看过我学校附近 都有放着那个 20公里的那个牌子 所以我就很肯定答案是对的 他很肯定答案是对的 会不会不同学校范围 放着那个牌子的速度不一样 被人家换掉了 好 我们看第三块的同学是谁 尊孔 这个问题想到达30公里 然后所以我就在20公里 40公里之间选择 最后一组作答的是 建国 在学校路段 车辆都必须放慢速度 所以我觉得每小时20公里 最慢的 我就选择这个答案 我也希望你们答对 我们来看一下正解 我国的高速公路 一般限速为每小时110公里 某些路段可能降至90公里 以路面标志为准 普通车道限速90公里 市区限速60公里 而学校区域限速是大约40公里 所以你们都没有获得分数了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目前为止的累积分数 好 接下来我们就换第二组同学上场了 不是 换第二组同学上场 之前我们先进一件广告 回来继续比拼 欢迎回来我们无敌状元的考场 我们继续我们第二轮的这个 键盘最强手 换上我们第二组的同学了 我们来看看是谁呢 一 二 一 二 刚刚看到你们的队友作战的时候 你们心里面的想法是怎么样 惨了惨了 比较轮到我了是吗 杜宇辰 你觉得怎么样 最怕是你吧 是 你怕什么 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是胆子很大的吗 很恐怖 很紧张 紧张什么 打自由最慢 打自由最慢 没关系 只要答对都有分数的 对不对 对 哪怕你答错了 放心 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来做答就好了 马上进行我们第二轮的这个 键盘最强手 请听题 文学文化题 中秋吃月饼最早的星期是由于想要什么呢 推翻明朝统治 推翻宋朝统治 推翻元朝统治 推翻清朝统治 请作答 好 谁是最快作答的呢 北海中华异校 中华异校 推翻元朝统治 因为呢 我之前有读过资料就是 有一个人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 他把 因为他想要推翻元朝的统治 所以他就把一张纸条放进月饼里面 然后过后送到每一个家里面 然后过后到八月十五这一天中秋节的时候 就出来 就一起推翻这个元朝的皇帝 我看 看谁第二 我们看谁是第二的 欢舞 我的答案是 推翻元朝统治 因为当我看到这个选项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印象就选了这个答案 好 谁是第三作答的呢 尊孔 我的记忆非常的深刻 因为我的妈妈是正月八月十五这一天生日的 所以我记得是特别的深刻 因为妈妈生日的时候都会讲一遍这个故事 不是 是她要送蛋糕给妈妈吃的时候 里面都会塞纸条 妈咪 我要提高零用钱 好 好 建国是最慢的 那写什么答案呢 我的答案是推翻元朝统治 因为我印象中曾经在资料读过 为什么你的印象不是宋朝 明朝 因为我认为宋朝和明朝不是很可能 好的 上来看一下郑姐 中秋节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史丽元代 当时中原广大人民 库堪人受元朝统治积极的残酷统治 三间史丽抗元 所以推翻元朝统治就是确定的答案 不开心啊 也是有答对啊 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笑一下 她的应酬蛮入戏的 还不错 好 准备好的话就准备下一道题啦 文学文化题 唐太宗时期 先后觐见200多次的明晨 诗 屈元 魏征 方笑如 周公蛋 哪一位呢 好 那我们来看看谁是谁最快啦 金 尊孔 笑童 屈元 虽然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是不太正确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拼一搏 因为这一个这一道题目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那我们看看第二块的是谁 中华一笑 好 菊君 其实我也不确定这一题的答案 不确定为什么你选屈元呢 可能性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她最有名 最正直 最有正义感 可是我后面的一直讲服饰 我后面的好像懂了 可是不是她作答 第三块是谁 宽武 周光蛋 因为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像有跟我讲过 好吧 看来看也不确定 好 最慢的是建国 宇晨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魏征 因为我的文学老师曾经讲过 唐太宗的时期 魏征一直在劝唐太宗 再加上屈元是楚国的人 也是在楚怀皇的那个时代 受公党也中公党在周朝 而另外一个方向炉 我就不知道在哪了 她好像都很认识他们 只有一个不认得 所以答案对吗 不过看到她很多支持者 听下支持者的声音 对吗 对吗 好 好 好 看一下正解了 唐太宗李世民 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他曾经说过 这个人 却是正的一面镜子吗 唐太宗所说的这个人 却是忠诚命正事也 为正以性格当职才识卓越 但于范园直见处称 最慢就拿20分了 恭喜建国 恭喜建国 不过题目有点难 所以要认识很多历史人物 文学文化题 明朝规定用什么 选拔官吏 世青制度 君公爵制度 茶举制度 科举制度 请坐拔 语尘是吗 你有学手语的吗 叶冠以后将课结束 好 来看一下 谁是最快做答的 北海中华 北海中华一下我的子君 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古代的人 他们都是靠科举制度 然后状元的 他们就可能去选他做官 防眼和炭花 可能就选他比较做小一点的官 所以不做炭花 不做防眼 只做无敌状元这样 好吧 看你好不好晕 看你好不好晕 好 看一下谁是第二块的 欢舞 志伟 掌声很多 我的答案是科举制度 因为其他三个我都没有听过 然后这是无敌状元嘛 都是用科举制度 所以我选择科举制度 我们也是状元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第三块 第三个是谁呢 尊孔 我选择的答案是科举制度 因为我记得古人他们通常 几乎是每一个男生都会用去考试 如果你考得好成绩 你就会被选为做官员那些 所以我觉得科举制度是最适合的 那我们来看看建国的雨晨 我的答案是军功绝制度 因为我认为军功绝是最合适的 以前的古人应该要有文母双钱 所以我认为军功制度比较好 怎么样 那个军功绝 我认为军功的功打错字 有 我看到了 难怪你刚才看到动作将澎湃 原来是因为打错字 所以打错字应该也没有分 假设他答对的话 那如果这一题你答对 可是你写错字答错了 你会自己拿敲门装来敲自己的头吗 不会 不会啊 他会敲他的手 他会敲我啊 来看一下正解 答案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又称科举 科举制度 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僚的制度 科技语文问题 世界上第一台只能加和减的 机械计算机 是谁发明的呢 帕斯卡莱特兄弟 安迪生贝尔 请作答 好 只能加和减的机械计算机 好 来看一下谁是最快作答的 北海中华 又是中华一小子君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帕斯卡 因为呢 我十分确定自己的答案 莱特兄弟他们是发明飞机的 安迪生 应该就是爱迪生 他是发明电灯泡 贝尔是发明电话的 所以剩下的只有帕斯卡 而且我也听过他这个名字 所以我十分确定 安迪 不到两秒 是啊 1.83 他答这个速度很快 脑筋也转得很快 好 谁是第二块的呢 宽武 宽武 哦 诗伟 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贝尔 因为这题我不太确定 所以就随便猜一个答案 看运气了 我们看第三块的吧 尊孔 我选择的答案是安迪生 因为我非常地确定 来的兄弟是发明飞机的 然后贝尔也不是 所以我的选择是从帕斯卡 和安迪生里面选择 安迪生童话故事 我讲出答案了 是 建果 答案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帕斯卡 因为我曾经在资料上 读过帕斯卡的发明 只能用加和简的机器 计算机 好 来看一下郑杰 1642年 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帕斯卡 发明了世界上 第一台加简法计算机 它是利用齿轮转动原理 制成的机械式计算机 通过手疗方式操作运算 好 最后一道题了 请听题 家居与环境题 用肥皂水彻底洗手 最少多久才能有效防止感染 以及传播传染病呢 10秒 20秒 15秒 5秒 请坐吧 真的好快 洗手 我们一般都不会算时间 要洗多久 对 你会拿着计算机 要面倒数你的20秒 20秒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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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这样洗吗 没有可能吧 可是我好像听过唱一首歌的时间 是吗 两只老虎 是吗 不知道 OK 来 我们来看谁是最快做答的 每一次都是中华一校的子君 2秒就做答了 你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20秒 因为我觉得10秒和5秒太少了 应该洗不干净 那15秒 我觉得还是20秒洗比较干净 洗越久越好 洗到手得烂了 好 那第二跟第三都是同时间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呢 建国 我的答案是15秒 因为我认为10秒5秒比较短 而20秒又很长了 所以15秒是刚刚好 那跟你一样快的 不知道答案一样吗 是谁呢 尊孔 翘童 我选择的答案是10秒 因为我觉得20秒好像太长了 5秒又太短 所以我觉得10秒或15秒 这两个答案是比较 比较 有可能 有可能的 OK 不知道对不对 看最后一组同学答案是什么 宽武的示威 我的答案是10秒 因为我觉得10秒 嗯 不多也不少 刚刚好 看正解 根据甲型H1N1流感预防干预措施应用技术只能指出 双手擦肥灵 或洗手液 搓洗双手的手心 手背 手指 指尖 指甲 以及手腕 最少洗20秒 才能起着防止甲腕 以及传播病菌的作用 控制一下 涌上支援 好 这个时候我觉得紧张够了 对了 这个键盘最抢手 是不是想把那键盘丢掉 气死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了 已经结束完毕了 这个环节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有另外一个环节 第七届无敌壮远冠亚军人马 将获得由 Generati Nirvana Sundaran Burhan 赞助迷你平板电脑 电脑产品 以及50令吉书券 给所有参赛者 欢迎回来无敌壮远的考场 这么意志性的节目呢 是由Vytagen为你荣誉呈现 那来到这个回合呢 大家都要归队了 编回两个人的队型 一起抢分 是的 答对呢 有10分 答错呢 会扣1分 那补答的机会 也只有一次那么多 那答对同样获得10分 答错也是扣1分的 好的 这个同学为什么要打何欠呢 听清楚了 等一下呢 如果你们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题目还没念完 你们都一样可以按铃抢答的 好 好 怎样精神了吗 你的队友回来一起作战 怎样有比较精神一点的吗 有 建国的 雨晨 雨晨 还行吗你 走向 好像好像不在 好像开始不在状况了 不在状况了 不要紧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把劲 因为这个也是抢答的 好 准备好了 来 请听题 大熊猫 亮亮和星星 是建国 我的答案是B 缓缓 暖暖 暖暖 因为我曾经在南洋学生看过这一篇 而且在有讲问他 我们也有填过这个答案 太快了 很肯定 对 我们的题目就是说 亮亮和星星 去年就是在我国生下的 她的这个小熊猫 终于有了名字 名字就是你刚刚抢答那个 答对吗 你觉得 对 非常肯定一定对 非常肯定一定对的话 就要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你答对了 眼明手快 真的是 是啊 你才念了两个字 我才念两三个字 就叮叮 好 好 其他同学 要赶快 加油 北海中华应该要快一些了 准备第二道题 在首间房屋头期基金计划 My Deposit下 A先生购买50万令吉的房屋 他可以获得多少的物价补贴呢 A 3万令吉 B 4万令吉 C 5万令吉 D 6万令吉 请抢答 谁想要争取分数 A 建国 我的答案是C 5万令吉 没事吧你 没有 我看到他太有自信地 他要抢答这一题 答错 公开补答 是 公开补答 是 公开补答 一笑 4万令吉 你又有什么事了 我还以为你补答能够成功呢 不好意思了 你也答错了 扣一分 建国也要扣一分 对 答案真的是3万令吉 对 好 来 请TikTi 今年4月 我国的哪一个旅游景点 被全球领先旅游平台TripAdvisor公布 对 好 真投 我们的答案是B 弗罗交易岛 确定吗 确定 恭喜你答对了 特大有十分 好 第四道题 请准备笑咪咪了 今年5月1日开始 拿督莫哈默出任我国的第几任 国家银行总裁A 第六任 好 总统 尊孔 我们的答案是B 第七任 你不要看着我 看你看谁 答错 公开补答 好 宽武吗 我们答案是A 第六任 听到这个笑声我都觉得有一些不祥的预兆 你怎么了 因为我听到答案不是答案 没有机会公开补答了 抱歉 各扣一分 答案是C 第八任 好 接下来的这个是第五道题了 来 请听题 从7月1日起 根据2016年 好 北海中华一笑 很快 我们的答案是C 一千令吉 因为我们的老师昨天才跟我们讲 新鲜热辣的 对 这个半岛雇员的最低薪金制 规定每个月多少钱呢 老师觉得对吗 这一题 恭喜你答对了 有十分 好 第六题 请听题 恭喜 今年第三届全球杰出华人奖成绩出炉 有多少名马来西亚籍民人 在百名杰出华人中脱颖而出 A一名 B二 是谁 寬五 我们觉得答案是C三 是C三 为什么觉得是三人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三这个数字 答案不错 但是很抱歉公开补答 好 真恐 好 我们选择的答案是B 两位 老师应该知道这不是好的笑声 这个是成为经典笑声吗 是经典坏蛋笑声 就是不好的 不吉祥了 你们都答错了 错了 各扣一分 答案是什么呢 四 是谁 建国 你的心中有答案 可是你为什么不要抢答呢 抢不成 抢不成 不是不要 是要不到 怎样 通过这六题之后 你们觉得都可以吗 任何问题都会难得倒你们吗 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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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们刚才都有答对 应该还蛮有信心的 不是吗 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你们累积了多少分数 感觉上我们问六题之后 那个分数的距离也蛮大的 不是 越来越明显了 好像很明显了 接下来只剩下四题而已 只剩下四题而已 不过这四题呢 是要在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才会考你们的 来 先休息一下 第七届无敌重脸十六强人马 每人都可以获得Fleet 骗动产品一套 欢迎回来我们无敌专业的考场 剩下四题 我们就能够决定胜负 谁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总决赛了 是啊 有两组要被淘汰 大家有没有心里很害怕 接下来这四题 如果尽全力的话 虽然进入决赛的几率也不大 但是至少我们努力了 很好 是 很好 虽然说才那么年纪那么小 可是我觉得他说话非常得体 是 条理分明 真的 而且他数学很好 他已经算到了那个40分 如果都答对的话 记忆力也很好 那这个宽武好像没有什么发言 我觉得只要我们接下来有成功抢答 我们就能够进入 来 我们继续还有剩下的最后四道题 世界卫生组织 今年1月发表报告指全球有最少多少名 5岁以下的孩童呢 属于超重或吃肥 A 4万 B 好 尊孔 我们选择的答案是B 41万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都是没有机会的就B 这是他的四题我都要抢吗 你看 我就知道他们的心态 其他人不用答的 肯定的 这四题是我们的 肯定的 这一定肯定的 我就算没有机会 我就死死地按 我不要给你答 可能这样也抢到一个10分 对不对 对啊 虽然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要说 答错了 公开补答 你看 你看 判5 我们写的答案是C 410万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也知道你抢达的用意 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对啊 他的意思是觉得怎么样 建国你要学起来了 我就说罢了这个机会 我死了不要让给别人 是不是 所以我说建国你一定要学起来 要跟他一样策略 所以答案是 答错了 答案是D 4100万 这么多胖子 扣一分 双方都扣一分 10 OK 剩下三题了 今年1月哪个国家的国会 通过极具争议的法案 容许没收难民的资产 作为补贴照顾难民的开支呢 A 美国 B 日本 西马来西亚 D 丹麦 我就故意念得比较快一点了 北海中华异校 学到了这一招了 我们的答案是C 马来西亚 是不是真的学那一招 你看他的脸就懂了吗 你看就知道 答错了 公开主答 好 建国 建国 我们答案是A 美国 我这样笑我会很累 其实 你用太多力 你收一收 不好意思 你也是故意把这个公开补到的机会 自己先拿掉 对还是错也不用紧 对不对 我就知道 答错 扣一分 两次都要扣一分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 D 丹麦 OK 剩两题 今年8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办的是第几届的奥运会呢 A 29届 B 好 建国 我的答案是A 29届 你为什么答A 好凶狠 你的眼神 可是她一下子又变得很无辜 没有 她的脸是长得这样子的 她的表情是这样的 你肯定吗 29届 有一些肯定 一些 一些就不是叫做肯定了 好不好 好 答 错 公开不答 好 真恐 我们的答案是C 31届 恭喜答A 有10分 你们太可恶了 他们一定很讨厌你们 太有体育精神了 剩下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以下哪一项运动项目是本届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新增项目 A 铁人三项 B 水球 花五 我们答案是B 水球 为什么是水球 因为我比大家喜欢玩水 你看 这种人的心态 你看 很明显 很明显 我知道你的用意 好 答错 公开不答 公开不答 建国 我的答案是C 现代五项 你很确定你的答案吗 有 不是很确定 有 不是很确定 可是你讲的语气非常确定 现代五项是什么 因为铁水球原本就有高额副业 原本就有 剩下就是铁人三项跟现代五项 反正选一个就对了 反正最后一题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奥运会是没有 是有这个 Golf Golf Golf的 答错 扣一分 已经没有了公开补答了 答案是 高额副 是新增的项目 十题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终于完成十道题了 这时候呢 很明显的哪两支队伍呢 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总决赛了 就是我们的中华医校 还有建国学校 恭喜他们 那么第三名也不用灰心 因为第三名呢 同样可以报走 3000令吉的 学校发展基金的奖金 还有奖杯和奖品 那第四名呢 同样也可以获得 2000令吉的 学校发展基金 还有奖杯 还有奖品的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辛苦你们了 其实呢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还没有结束的 那这四个同学当中呢 哪两个才可以进入我们的总决赛呢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 赛中赛的制度 他们的命运已经在我手上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北海中华医校 可以晋级总决赛的同学是 芷君 恭喜她 那么在我们身旁 另外一位一组同学建国 可以晋级的 同样是女同学凯贤 恭喜 恭喜两位都可以代表学校呢 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总决赛 以这个第一首选的身份进入决赛 第一首选 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画面你就知道了 这两所学校的两位代表 在过去的比赛过程里 他们携手闯关 他们给我们看到彼此之间的毅力 还有让人感动无比的合作精神 两人之中 大家都没有办法离开大家 因为大家的努力 我们都有目共睹 所以我们这里要慎重地宣布 进入总决赛的还是以两个人的 队型的身份一起进入总决赛 是的 我们总决赛会有这个正选还有复选的身份 来比赛 那么到底谁会成为我们第七届的无敌状元 谁又会和我们的无名状元来一场比拼 战情令人期待 我们总决赛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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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